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录节目的日子是2021年5月14日 这里有个新西兰记得台阳,还有社长Raymond Wong 欢迎大家好 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马来西亚的马来盖 港网友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请记得订阅了 编辑部的证据是否和晒冷气 继续壮大中立木石力量 好了,这样子是突发的事情 没错 刚刚澳洲的媒体就报道了一件事 就是明天5月15日 就是澳洲人 第一部撤桥航班 就会落地本土,即是落地澳洲 大家知不知道有多少成人 没出发 人家没出发才兴奋 他们没出发才确诊 真是糟糕 我来自德成 德成啦,就德成啦 德成啊?德成是什么意思? 你知? 当然不止啦 我来自七成 那你也差不多了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是ATV说的 他影射德成,他写七成 不是我预言 其实真的差不多七成了 根据澳洲 广播公司,即ABC的新闻 其实首部印度撤桥的航班上 本来上限是150个乘客 但是由于防疫的限制 所以只可以带70名旅客 那70名旅客 有多少人没出发才确诊呢? 就是48人 的确是七成 真是听起上来都大麻烦 那么其实呢 那么多人 中了19 其他 也会陆续回来的 那些航班 澳洲不领地的 隔离检疫系统 我觉得 会受到空前的考验 根据澳洲政府的规定 中了19的 和他的亲属 都不可以登记 那一名叫Sunny Jorah的澳洲人 他就说 哎呀 我最近几个星期 都从来没回过家 好挂住家 我会用尽方法保护自己 希望可以赶到登基 他很搞笑 他说 希望登基前不被感染 他这么说 大家可能不知道 现在印度真的很大麻烦 其实我们是知道的 我们也说了很多次 印度现在的情况 有时候 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都感觉到心酸 那其实呢 现在在印度境内的澳洲人 我们之前说过了 有9000多名 接近1万名 和他的 即是亲属 也会 尋求 回到澳洲 但是 七成的感染率 很多澳洲人 今天 都已经是害怕的 他说 那些隔离设施 压力会很大 如果有什么事 会不会大爆爆爆爆爆爆爆的 我看到这些人很害怕 其实今天 江头先生 我比较讨厌的 一位人士 就是国防部长 Peter Dutton 达顿 他今早 接受了 电视台的访问 他就说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 已经努力确保 隔离系统有足够的强大 以应对大量 在印度反澳的旅客 他就说 隔离中心 可以正常运转的 我们已经 在航班 到来之前 是测试的 各方面的措施 都已经妥当的 到时不要又说 吼呀吼呀 妥当时又不妥当 你就麻烦了 他继续说 我们确保 全面安全的 所以 在印度回来的澳洲人 不用担心的 在澳洲的澳洲人担心 澳洲人很担心 其实 北领地 Haward Springs 的隔离中心 其实 已经是 这个 Compacity 就是这个 容量 已经 由800人 变到 2000人 达顿就说 我们这个中心 拥有足够的资源 而且 目前 运转良好 我们也会为 北领地政府提供更加多的支持 和帮助 北领地的 首席部长 Michael Gunner 他就说 我们 Haward Springs 中心 在隔离方面 会树立一个 黄金的标准 黄金标准 希望不会中标 中标是指中19 所以 金拿还说 由于 我们 准备充分 所以 会确保到到达澳洲的人士 和公众都很安全 他就说 不用担心 我们领地的居民和澳洲人 一样很安全 同时 我们也可以帮助回国的旅客 顺利回家 澳洲的隔离 设施是否这么安全 其实 不是 因为 昨天也爆了新闻 据 ABC的新闻台说 南澳一家隔离酒店出现了 人传人的现象 部份旅客 要求重新接受隔离 据悉 基因组 测序就证实 一名墨尔本的男子 其实在南澳的阿德雷德 阿德雷德当然是现在可以自封住的地方 这家叫Playford的酒店 隔离期间 就中了19 他在哪里回来的 现在 亦都是 没错 他怎么知道 真是 我见估而已 见估而已 见估没亲父 你真是见估没亲父 但是你做 他就是19号的时候 在印度 经马尔代夫再 短暂逗留新加坡 所以新加坡现在就是在 是什么 现在新加坡也是 在守着 短暂逗留新加坡 之后就回到澳洲 隔离14日后 才被确诊 这位男子 来自墨尔本 隔离期间 住在他隔离的 旅客 亦都是中了 在 星期三晚 官方 南澳的官方 亦都发了一份声明 南澳的首席医疗官 Nicola Superior 其实他就证明了 这两期 确诊的 案例 其实 在基因组上有所关联 他现在就是 认真调查当中 Nicola先生 他还说 曾经在 Playford Hotel三楼接受过隔离的 旅客 需要再次隔离 14天 即是28天 其中 包括 14名的 南澳人 这个我不同意 他就说 如果条件找他 他们 选择在在家隔离就足够了 好像不是那么好 很放松 找他 我认为他也不好 Nicola先生 他就说 在 19日疑似 洩漏的时候 大多数的隔离酒店员工 都接受了日常的检查 但是仍是有五名人士需要跟进的 其实 很早的时候 南澳当局就宣布 除了少数的 例外 去过维多利亚州 疫区的人都禁止入境 其实 大家对于南澳的事宜 都很害怕 不过澳洲的隔离 都不是那么好 就是我们乡下话叫Fiji Fiji的地方就是匪制 其实 根据ABC最新的新闻 就显示 匪制的19 亦都不断恶化 首都苏瓦 进入了 封锁状态 再次封城 当地的澳洲人 亦都开始 坐飞机回到家 那就麻烦了 匪制很多 坤士兰 就有很多匪制人 要走 我都害怕你 因为这个 近了 所以很多匪制人 甚至很多匪制人 是整个街上落地生根 但是两头走 其实这个星期 匪制报告的新增案例 就是25例 看上去不是很多 但是国家很小 而且 今晚 到 升 到今天 不好意思 今晚 其实政府 已经对 首都苏瓦 和 附近的城镇 这个 Nossori 全部实施 短暂的封城 其实是这么够的 短暂封城 一共 是封 一个星期值 好像不是很够 其实宣布这个消息之前 31名澳洲公民和永久居民已经飞了回来 星期二的时候已经乘坐 由澳洲领事 安排的商业 航班就离开匪制回国 其实 登基的时候 如果你想获得这个 登基许可 就是 无需检测 老友 为了切约检测的资源 是用在匪制本国的居民 所以是无需检测 但是 他们 目前亦都会在这个 雪梨的酒店进行隔离 其实 匪制 三个星期之前亦都 宣布过部分封城 当时 隔离设施当中 居然是有士兵人都出事 没错 其实 要补充一下 墨尔本证实的 那些出事的人 原来 亦都是跟印第亚的变种19 B1617是有关的 哎呀 所以听到你都害怕的 现在 全世界都是 活在这个 惶恐当中 可不可以这样说 怕了那个 印度来的变种 是啊 应该 新西兰暂时都没有事吧 我想 对吧 希望我爸不是故事 我不想做老师 很难说 重要啊 一定戴回口罩就可以了 其实 我现在是 去外边 只要人多一点 我已经戴回口罩了 去餐厅了 去餐厅了 去餐厅 我现在根本上就 尽量不去餐厅了 出现了这个B1617之后 尽量不去 没办法了 不是呀 因为 有一个问题 我对这个 就是我们的边境 其实是 信心是不足的 说真的 因为 因为现在搞了那个 旅游气泡之后 就很惹的 是啊 上次都 哇 没事哦 好像 很安全 但是 哇 我听到 不是吧 现在 你随时 有人会惹到回来的 我觉得是 变种这个 很惡 到时 旅游气泡时 我说过小秘密 其实呢 我都问了 喂 哪里 奥克兰的酒店 便宜想过 探一下社长同台 后来想想 都是不好的 如果有什么 我有滞留在奥克兰 不知道多久才能回到 六节目 从早到晚都在六节目 有没有车房给我住 有车房很乱 你可以来 如果你肯住车房 没所谓 六节目落到天荒地露 做直播 24小时 对 对 对 像阿sir那样 所以现在也是那句 大家 全世界都不容忽视 听闻 大马有人 传摇 是不是台阳 大马有人传摇 好像 对啊 较早前 就有一宗谣言 就是说 关于 印度去大马的货船 就需要 在海上隔离14天 这么夸张 哇 这么引导 不让他拍案了 在海上浮一下浮一下 浮完之后 真的没事你先卖案了 喂大哥 印度来的哦 喂 一般都 大小小都很正常啊 那出现一宗这样的新闻的时候呢 大马的海事局就已经澄清了 相关的网络媒体呢 就都已经 立刻刷帖 而且 这宗谈报道呢 令到很多的航运业者 感到混淆 试听 嗯 也都 那个网媒呢 也都 立刻出了一份的 澄清的 那就算了 当没有事发生过 不亂查禁报啦 没错啊 喂印度现在就是 事实上呢 是全世界都很害怕 由印度来的飞机呀 或者船的 因为当地的疫情都是呀 仍然都是非常之厉害呀 不过呢 最近 最新的消息呢 已经的下降 确诊数呢 已经是低过40万了 还是很厉害呀 单日都有 最新的数字是34万多的 嘿嘿 哎呀 总之都是不好过啦 还有 你看到莫迪这个磨碌呢 好像这段时间是 躲起了一片 会不会被 莫迪这个磨碌呢 嘿嘿嘿 我们经常招呼 他这个磨碌是不是害怕了 不是呀 当然没可能 这个 这个要说清楚 这个真卑士讲笑而已 不然间就说 哇 你们这些国家 原来全部都这么L自大的 不仅仅是Raymond 汪迪这个磨碌 那么自大呀 哈哈 你个L个都是这样的 那我们都是讲笑而已 喂 连讲笑都听不清 分不清那些人 学一下王阳达 说的 都应该是 以马国努啊 对吧 好了 那今次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先了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